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穷的甚至吃不饱饭的情况下 父母仍坚持让他念私书 念书或许是父母唯一能给予他的东西 他十二岁那年 父亲生病没有前医治 他只好辍学 为了苦口 父亲无奈把他抵加到了青楼 说白了就是当初计 幸运的是 长相貌美的董珠君 在青楼认识了一个搞革命的 此人就是夏之石 随着和夏之石关系日渐发展 十四岁他装病逃出了青楼 嫁给了夏之石 一起到了日本 在日本的董珠君拼命学习之时 他知道只有学习才能改变命运 1917年 十七岁的董珠君 在夏之石的安排下回到了四川 当时夏之石是四川的一个都军 董珠君回到四川当起都军夫人 不过由于他出身青楼 一直遭到夏家人的嫌弃 尤其是1919年 夏之石在军阀争夺中失败 被免去了职务 开始沉迷鸦片 夏之石把气发泄在了董珠君身上 两人长达五年分居 这期间董珠君带着四个孩子 自立更生开过袜子厂和黄包车生意 由于不善经验 都以失败收场 1929年 董珠君和夏之石正式离婚 后来他带着四个孩子 在上海开办了个小沙场 不幸的是 1932年日寇进攻上海时 沙场被炮火毁灭 心血复制东流 不甘心失败的董珠君 在战乱中又再次创建 1935年3月 他在上海开启了锦江川菜馆 由于菜馆里做的菜味道好 逐渐在上海打出了名气 就连当时上海三大亨黄金荣 杜月生 张霄林等人 都常去他那里吃饭 是他的常客 他凭借智慧周全在上海青帮大佬面前 在上海创立了自己的天地 在日本人侵占上海后 他为了不跟日本人合作 躲避到了菲律宾 一直到抗日胜利后才回来 后来上海解放了 他在锦江菜馆的基础上 创立了锦江饭店 一直到1997年病逝 享年97岁 作者 一名来源 网络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2 1 2 2 2 1